人类最罕见的16种神奇身体 姐妹共用一个身体 姐夫应该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生活中不同的际遇 大大小小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人生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从出生开始就拥有与众不同 甚至可以说罕见的躯干 这个特殊的开局 虽然为他们的人生带来了许多额外的磨难 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 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人生 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书写出独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看看这16位拥有神奇身体的奇迹人类 第16名 脖子倒锤 印度少年马亨德拉兹出生时 就患有罕见的肌肉萎缩症 在他小时候 由于全身的肌肉过于薄弱 他无法站立和行走 连生活中的进食 如厕等都需要别人的帮忙 除此之外 由于他脖子上的肌肉 无法支撑他的头保持直立 所以他不得不呈现出脖子倒锤的怪异姿态 这导致他眼中的世界也是导着的 生活异常艰苦 后来有一位好心的英国人主动为他发起募捐 并凑够了紧步矫正手术的资金 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 手术取得了成功 他的生活回到了正轨 他终于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生活 正常上学了 不幸的是 手术八个月后 他还是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 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健康 快乐地生活下去吧 第十五名 大脑过度生长 患有罕见聚脑症的凯蒂 虽然在九个月大时 就积极接受了脑部手术的治疗 但时至今日 他仍然无法行走 说话还患有癫痫症 凯蒂的情况非常罕见 其实 他的妈妈安吉在怀孕的时候 就知道孩子以后会患上聚脑症 大脑会过度生长 妈妈选择采取积极的预防治疗 但似乎并没有奏效 由于罕见的病症和其他病发症 医生也无法做出具体的论断 未来或许将用凯蒂这个名字 来命名这种怪异的疾病 目前 凯蒂就读于当地的一所残疾儿童学校 在老师的帮助下 他学会了使用电脑 还交到了一些朋友 除此之外 他的家人也都对他十分关爱呵护 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可怜的小女孩 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 我们一起祝愿他以后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治疗吧 第十四名 外星人 伯伦是个有着棕色大眼睛 美丽长发的六岁俄罗斯女孩 像许多小朋友一样 他也喜欢跳芭蕾和画画 对他母亲而言 女儿热衷于画画完全没问题 但跳芭蕾却会让这位母亲担惊受怕 伯伦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 他的重要器官心脏位于胸壁之外 也就是我们说的先天性心脏意味 对他来说 由于心脏只有薄薄的一层皮肤保护 任何轻微的碰撞都可能会使心脏破裂 失去生命 连身边的小伙伴们也经常嘲笑他是外星人 坚强的伯伦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你们知道为何我的心脏长在肋骨外吗 因为耶稣希望让大家知道 他能创造出像我一样特别的杰作 伯伦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 激励了许多人 相互的那些支持他的人 也支撑着他继续努力生活下去 第13名早衰症 在美国 阿达利亚作为知名生活博主 以他活泼勇敢的个性 时尚的装扮吸引了数百万人的关注 你一眼望去 可能以为他是一位长者 但实际上他只有十多岁 他患有罕见且严重的早衰症 从被确诊开始 他就面临脱发 小血管增多 体质不足等健康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是身体机能的提前衰老 据统计 早衰症患者一年内大约会衰老十岁 这就意味着 老化的身体会迅速地剥夺患者健康的外貌和行动能力 从而表现出像阿达利亚这样的情况 最后 与早衰症抗争多年的他还是去世了 年仅15岁 他生前在社交平台上 留给的人们的鼓励和欢声笑语 算是乐观的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礼物吧 第十二名 玻璃娃娃 因为先天患有罕见的成骨不全症 小女孩若伊 自出生以来 便只能坐在轮椅上 这种由基因突变引起的先天性遗传疾病 会使患者的骨脆性增加 骨量低 非常容易骨折 就像他妈妈描述的那样 小若伊非常脆弱 甚至停留在风中也会骨折 不过 在妈妈的细心呵护下 小若伊现在有着卓越的社交能力 轮椅上的他 可以做其他孩子 可以做的任何事 也能和大家一起追逐玩耍 是小伙伴中的社交明星 他的妈妈说过 我不后悔生下他 我只希望他能像其他孩子一样 快乐地拥抱这个世界 第十一名 连体人 这个婴儿诞生的时候 一个身体上长了两个脑袋 没有人会相信 这种婴儿能存活下去 但阿比盖尔和布列塔尼证明 大家都错了 他们不仅活下来了 而且活得很快乐 还出演了电视真人秀节目 自出生起 这对姐妹就显得十分特别 他们的身体内部 上半身重要的器官是各自独立的 只分享了躯干的下半身 正是这种不幸中的万幸 让他们能够度过了难关 健康地活下去 就跟正常人一样 在不断地磨合中 两姐妹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人格和认知 比如 相对安静的布列塔尼喜欢阅读 而阿比盖尔的性格则更为倔强 这时候我好想提一个问题 你猜如果他们开车超速被拦下 法单上要写谁的名字呢 第十名 面具娃娃 十多年前 中国湖南的一名妇女 易喜莲生下了一名男婴 不过奇怪的是 护士和丈夫都不让她看自己辛苦生下的孩子 原来 康康患有横向面部裂缝的罕见疾病 看上去就像戴着一张可怕的面具一样 令人心生畏惧 不过 无私的母亲没有害怕 她接纳了康康 并决定带回家细心抚养 虽然那时候 她家周围总会流传各种风言风语 但是 康康的母亲没有被这种世俗的观念裹挟 她始终疼爱着自己的孩子 小康康因为面部问题 无法自主进食 她就坚持一日三餐细心喂养 后来 康康的事情流传开 许多医生专家 都主动给予他们家帮助和治疗 现在 虽然康康面部看上去还有些许基性 但已经能慢慢开始自主进食 希望坚强的康康的生活 也能慢慢回到正轨吧 第九名 丢失头骨 来自于美国北卡罗兰娜州的杰克森贝尔 在出生拥有完整的面部 不过 却丢失了80%的头骨 所幸 并没有其他部位缺失 因此 小杰克森出生后得以存活 据报道 小杰克森患上了一种叫做微积水的先天缺陷 它的颅骨只有正常的20% 而微积水会导致小头畸形和头皮褶皱 所以 小杰克森的头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小许多 并且 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它的智力方面的发育 在生活中 它不会走路 也不会说话 但可以与听到的声言和眼神交流 而它的父母也没有放弃它 担负起了照顾它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在小杰克森五岁多的时候 最终因病情恶化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八名 爆毛宝宝 如果你热衷于网上冲浪 那么 或许你会对前几年网络上很火的爆毛宝宝 还有印象 这个出生于日本的小宝宝 拥有自己的社交账号和一大批粉丝 它才一岁多 却拥有着许多人羡慕不来的浓密的发量 和优秀的发质 抛开遗传的因素 影响婴儿发量多少的具体原因 至今仍然是个谜 不过香奈儿的妈妈 却因为宝宝的这个特点 收到了许多网友的夸赞 一个洗发水品牌 甚至特意来和他们母女两个 进行了一次合作 连网络上也在传言 如果看到并转发 关于小香奈儿的文章视频 你的头发也会变多凹 有需要的话 赶快转发吧 第七名 超多脚趾头 宝宝第一次走路 是父母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然而 小维多利亚的父母 却一直没有等到这一刻 因为可爱的她 从一出生就和其他宝宝不一样 她的两条腿都是畸形的 而这样的概率 仅有百万分之一 有关医生也研究了 这位小宝宝的病例 医生指出 由于小维多利亚的 左腿颈骨发育不完全 右脚只有两个脚趾头 也没有膝盖骨 所以她建议小维多利亚的父母 采取最稳妥的方法 节肢 她的父母拒绝了 她们目前仍在各地寻求积极的治疗 而许多善良的人 也对她们进行了无偿的资助 有最新的消息说 现在 维多利亚已经可以借助辅佐甲智走路 跑步和玩耍了 我们一起继续为她加油吧 第六名 美人鱼 说起美人鱼 我们知道迪士尼公司 在上个世纪发行的动画 小美人鱼 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而文学故事里的美人鱼 一直被视为危险美丽的生物 令人向往 不过 在现实世界里 拥有美人鱼形态 却表明着一种致命的疾病 患者从胚胎开始 虚体就在子宫内发育异常了 明显的表现就是出生的婴儿 双腿扭转融合在了一起 就像美人鱼的鱼尾一样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状况 来自秘鲁的小女孩米拉格罗斯 就患有这种躯体失调症 不过 就像她的名字 在西班牙语里以为奇迹一样 小女孩接受了几次 相关的躯体分离手术 并都取得了成功 但最终 在她19岁时 还是由于慢性肾脏问题 不幸趋势 不过我们相信 这条小美人鱼 一定变成了美丽的天使 第五名 塑料盆女孩 前些年 在尼日尼亚 有个名为拉赫马的小女孩 引发了许多关注 她刚出生时 明明还一切正常 六个月后 身体突然就停止了发育 由于四肢迟迟没有发育 小女孩也失去了 学会爬行和走路的机会 她的家庭虽然贫穷 但家人们也没有放弃她 每次去集市时 哥哥都会把她放进塑料盆里 带着她一起去看世界 严重的残疾也没有让她失去梦想 她曾说过 因为善良的大家帮助了她许多 她也想在未来开一家杂货店 去帮助大家 虽然她在19岁那年不幸去世 但这个属于她的小小的梦想 却会永远定格 被人记住 第四名 超多手指 相对于上面介绍的罕见病症 多指症似乎算不上很严重的特殊症状 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许多人会多一根手指或脚趾的消息 不过 这个出生在中国湖南的小男孩 红红却不一样 他有15根手指和16根脚趾 加起来多达31根 他这种情况太特殊了 市场上基本没有适合他的鞋子 不过幸运的是 小男孩其他方面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同时在多次矫正手术后 他的双手和双脚 基本已经和其他正常的小朋友一样 他的生活也回归到了正常 第三名 脊柱侧凸 角度不同 结论也不同 这是一条简单的生活哲理 有些问题 从正面看或许看不出什么异常 但从侧面看可能就会发现不妥了 小男孩傅文贵 就患上了这样一种罕见疾病 名为先天性脊柱侧凸 而且在他进入青春期后 这种症状变得愈发明显 他侧面的身形不仅严重弯曲 他的脖子还增加了好几英寸 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他的父亲说 文贵后面或许会接受 帮助他改善脖子问题的手术 在这里 我们也希望这项手术能够取得成功 帮助他过上正常的生活 第二名 棍人 有人说 如果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 那他定会留你一扇窗 小提游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位印尼小男孩提游 从出生起就没有双手和双脚 并且周围的人还取笑他 称他为像棍子一样的棍人 可小提游没有轻言放弃 他一口纸笔 克服重重困难 学会了写字 在学校上二年级的时候 已经可以理解四年级的数学内容了 同时 他的乐观开朗 也受到老师同学们的喜爱 人缘很好 除此之外 他还是一位实打实的变玩高手 用下巴操控游戏机案件对他而言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 这么想想 四肢健全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第一名 莲颅双胞胎 2016年夏天 爱玲和爱比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 这对双胞胎不幸患上了罕见的莲颅症 莲颅双胞胎出现的概率 在所有莲颇婴中占比不到5% 且存活率极低 相关手术的案例也不多 基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可以参考 更不幸的是 他们是头骨顶部融合在了一起 且共享一条重要的脑境外血管 这使得手术的难度更大 但是 他们的父母没有轻言放弃 在双胞胎出生的次年 决定让他们接受分离手术 令人庆幸的是 在30名儿童一科专家组的共同努力下 双胞胎熬过了长达11小时的手术 并且健康地活了下来 时至今日 我们依然还能够在社交平台上 看到他们健康 活泼的身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不知道以上16个身体最特殊的人 哪个最让你印象深刻 或给予了你什么启发吗 甚至说 你知道还有谁和他们一样 以特殊的姿态努力地生活着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